欢迎锁定TVBS2100看世界的线上新闻直播 我是谢嘉荣 也欢迎您在聊天室跟我们分享您对新闻时事的看法 一开始人来关注是金华城的荣基律弊案 检调呢这几天是密集约谈了 北市的时任傅秘书长李德权 跟前都发局长林周明 另外呢前副支长彭震生也被提训了两次 不过这一次呢彭震生他下球车的时候 竟然对着镜头露出神秘微笑 震生受压后二度遭北剑提训 一样静默不语 但这次下球车却露出浅浅微笑 比起前两天首都被提训 闪闪躲躲有了极大的反差 柯文哲受压之后北剑密集征训被告和证人 光是彭震生和沈庆金就分别被提训过两次 11号更接连把柯P曾经的属下找来 要查柯文哲曾经说 完全相信专业又多数觉得都委会决议是真的吗 彭震生当时不仅是副市长 也是都委会主席 更是金华城案专案管理人 声称依法行政 但检方怀疑他是否为了让金华城案过关 藏着违法的秘密 另外北剑还约谈了另外一名前副市长林青龙 他这个月出发声明表示 与都发局主张一致 容积率依法只能维持560% 离开市府之后也不曾过问后续 至于时任台北市副秘书长李德全 曾任地政局长 曾在公文中提醒柯P 注意金华城容积率有事法性的问题 这回也被约谈 最后传来的是前都发局长林周明作证 似乎就是要他讲清楚 怎么跟市长报告的 假如都确实向柯P回报 检方恐怕也将巩固他涉嫌土利的罪证 这个案件其实已经传了非常多 跟柯P有关土利罪的部分 但是呢 其实土利罪在我们司法上面 是很容易未来如果起诉一审以后 如果行政机关包向台北市政府去解释 这其实是为了整个都市的发展 为了整个这个松山区等等的 这些公益价值 或可以增加更多的税收 或许有机会从土利的角度 就会变成他是一个合法的 因为司法是很容易去尊重行政材料 如果检方还是只放出这个 重心在土利罪的话 会不会未来有可能柯P 真的变成一个无罪的结果 前老板成了在押被告 下属们如今一个个被约谈 北检似乎想从人证物证 巩固柯文哲的主观翻译 TVB新闻众报道 而检方现在还要追的就是金流 而传出呢 特别到第一银行等官股银行去查扣了 跟柯文哲家庭有关的百万现金跟物品 而柯文哲的妻子陈佩琪也证实 在第一银行确实有两个属于他的保管箱 而里面除了各装了50万的现金之外 放的都是一些他自己的嫁装 还有婆婆的预期 约十多坪的空间一整面墙 有着清楚编号的保管箱 这里是银行的保管室 要进入取件得先经过申请 除了钥匙也得备好身份证明文件 才由工作人员陪同进入开箱 因为里面放了什么只有自己最清楚 北检为了查金华成案的相关金流 也仔细调查被告的保管箱 检连人员确实从多间银行的保管箱里面 查扣了不少的市政 但是他们查的保管箱到底是属于谁的名下 目前无从得知 根据林传媒报道 检连11号前往包括第一银行在内 数个关股银行分行 调阅保管箱足用记录 清查对象不止是柯文哲 陈佩琪夫妇 还包括柯家三名子女 以及相关亲友与同案被告 当天有出示搜索票 起封查扣等强制作为 并在人员陪同下拿备用钥匙解锁 取出寄存物 弥蜂带回当证物 但对于租用人的身份 寄存物是什么 北检布鱼置凭 不过其中两处保管箱的主人 出面证实 检掉要查金流 一般来说若是ATM或转账 查扣账簿就有记录 但保管箱放了什么 银行人员不会也不能过问 只有租用人自己知道 另外若金流被转为加密货币 小小的一个USB随身碟 就可以随身携带走 由于缺乏健全的管理审查机制 往往也被账片集团嫌犯 当作隐匿财产的工具 陈佩琪也公开保管箱 为何放现金 陈佩琪坦诚 在第一银行自己名下 有两个保管箱 这来源用五步法 还得检方说了算 除了柯文哲一家人 检方追查金华城案的 其他被告金流 按照自己的步骤 要看这小箱子里 有没有其他惊喜 陈佩琪也被外界 质疑为什么要多次 使用ATM来存钱呢 不过陈佩琪也再度解释 他说他不懂 为什么存体款的动作 会被跟洗钱划上等号呢 他甚至也直接出示 八年多来 总共1628万现金的来源资料 把我的一些存体款的动作 把它跟洗钱划成等号 那我个人的认知 洗钱就是说 这些钱就是不明来源 或者是犯罪诈骗所得 陈佩琪把自家近年金流 一笔一笔说清楚 还原当天和连检谈话内容 只是后续周刊消息满天飞 各种金额数字 和ATM的使用次数 六年来讲就是说六百万 那一年一百万我想也是在 一个人合理的一个赠予的额度里面 我去ATM我都一年十次的话 那如果一个月一两次 我不觉得大家觉得这个是很奇怪的事情吗 只说ATM就是他的理财方式 去银行不想要耍特权 所以要给小孩的钱都用ATM 其中母亲户头里有继承父亲遗产 加上年金一共五百三十五万 自己新转户还有存款五百二十八万 二零八年选举补助款 结余两百三十万 柯文哲过去当医生存款一百七十一万 柯的演讲通告费六十四万 车马费出席费亲友红包 大概一百万 总金额就是一千六百二十八万左右 不晓得其他外传金额到底哪来的 陈飞奇说所有金流 都已向连检如实交代 但仍被不当连结 柯文哲积押中没了话语权 夫人陈飞奇亲上火线 说明家中一切禁留 民众党要捍卫主席柯文哲的清白 所以接下来全台各个县市 都会举办相关的宣讲活动 不过第一批的场次当中 却被发现没有台中跟基隆 而人在台中的蔡壁如呢 第一时间听到 她躺成确实感到挺错愕的 功力加速度 志工大集结 想因健康休闲 民众党十月举办亲子路跑 再揪小草 只是当前声援科主席的全国开讲 却被发现场次悄悄跟动 前一天党中央公布十二场 随后却删了九二九的基隆 只剩十一场 被解读难道是日期 接近拆量投票 一方面不想失交 让市府专心顾量 另方面也不想给拆量 有话语权 从剩下的十一个场次 也能发现似乎刻意跳过台中 再度被联想 是党中央与前立委蔡壁如 彼此间有嫌隙才没办 台中党不澄清不是刻意不办 党中央都有来沟通 只是还在寻逆场地 跟漏没有关系 没有漏掉的问题 我们台中一定会办 一定会办 办的场所 第一一定要方便 交通要立变 不是只有那个一两百个人的参与 我们最少会有上千人的参与 那陆陆续续还会有 还会有第二波第三波 所以不会缺席 但时效上因为比较紧 要找场地或什么 有的我们就先往前 所以没有其他的这些因素 民众党宣讲要在全国遍地开花 集结小草 努力维系政治能量 TVB的新闻 刘一俊李宗泽 台北采访报道 昨天美国总统大选的辩论会之后 民调数字有出现什么样的改变吗 我们先来看这是尼尔森的数据就显示 昨天的辩论会呢 收看的人字有6710万 而这跟六月份 当时拜登跟川普的辩论比起来 其实多出不少 当时只有5100万 显示呢 这一次的这个辩论会呢 是更多选民吸引跟关注的焦点 那至于辩论会之后 对民调数字产生的变化 其实幅度并不大 有两份民调我们要看 第一份是纽约邮报 贺锦丽支持度50% 川普则是47 那CNN的综合民调呢 这个差距又更近了 贺锦丽是49% 川普则是48% 差距都在呢 1到3个百分点内 都是在误差范围之内 那当然昨天辩论会之后 其实各家的主流媒体 跟专家的分析都认为 贺锦丽的表现相对是比较出色的 甚至呢连川普的自家人共和党的内部人士 跟一些金主呢都无法再站在川普这一边 都认为川普的表现呢 确实是比预期中来得更糟糕的 而像是呢这个美国的重要的政治媒体 Politico就分析了 会出现这样的结果呢 是因为贺锦丽很聪明 他在辩论会的一开始就已经掌控话语权 当时呢他上台之后是主动走到川普的旁边 跟他握手还自我介绍 所以把自己一下拉抬到呢 好像是整场辩论会的主人的感觉 所以已经呢成功的建立主导地位 也扭转本来他相对呢 比较不被大众认识烈士的这样子的事态 那另外呢川普的这个同袍 怎么批判他的表现呢 我们来看三位跟他关系蛮接近的 第一位呢是这个共和党的参议员格莱姆 他是川普呢一直以来蛮重要的朋友 他都说了重话说川普确实表现呢 还蛮差劲的 好像都被贺锦丽牵着鼻子走 那另外这位呢是这个曾经担任过 宾州州长的Christy 他在2016年当时有帮川普准备过 当年的这个辩论会 那他就批评了 今年帮川普准备辩论会的人 可能呢要辞职回家吃自己了 因为川普的表现很明显很不及格 反观贺锦丽呢好像是一个猎人一样 精心准备了很多的陷阱 而川普呢都像兔子一样掉进这些陷阱当中 都直接入坑了 那另外这位呢是福斯新闻的评论家 我们知道福斯一项其实都是跟共和党呢 稍微走得近一些 那这位评论家他认为呢 川普的注意力其实不太集中 贺锦丽讲了什么就立刻呢 马上急着回复贺锦丽 忘记自己本来应该准备好的攻击策略 所以很明显呢 这场整场的辩论会上呢 好像贺锦丽呢都是呢 在主导整个节奏 那当然川普他昨天做的一件 让大家印象比较深刻的事情是 他要主打移民这个问题 所以他不断在强调呢 这个恶害俄州春田市的海地移民呢 会吃猫咪吃狗狗 把宠物当成餐桌上的美食 不过这个说法 现在连当地的官员都跳出来驳斥 川普在辩论会上指控 美国恶害俄州海地移民会绑架 并吃掉宠物猫狗 市长早就澄清没这回事 也没有任何受害者出面指控 海地移民也大声喊冤 春田市会空降美国大选的台风眼 就是因为这座人口不到六万的小城市 过去三年就涌入一点五万的海地移民 超过人口的四分之一 被反移民者拿来炒作国家被偷走了 共和党还买了一堆别吃猫的广告 弄得当地移民人人自为 川普的副手范斯也有贴文 控诉移民会吃猫 但他还是坚持有所本 只是这场吃猫之乱 不仅让美国自家选民 真的看不下去了 同样也有移民争议的德国 外交部还发文写 我们不吃猫狗哦 虽然川普也是逐起一道舆论的防火墙 提升送不到 而川普呢 他在这场辩论会上呢 好像没有像贺锦丽表现的这么从容不破 那贺锦丽真的是靠实力在取胜吗 川普的粉丝呢 现在有一个阴谋论是 贺锦丽会不会其实有帮手呢 他们就把这个焦点放在贺锦丽耳朵上戴的耳环 就认为呢这个形状是不是似曾相似啊 好像看起来蛮像耳机的 有没有可能贺锦丽是戴着这个耳环 一边有人呢 她的幕僚团队在跟她打pass 就认为呢贺锦丽根本是靠作弊取胜的 号角响起贺锦丽还没和川普开口辩论 就先快步走到她面前下马威 评论家表示这是2016年来 首次有总统候选人 主动走向对手 要求握手 贺锦丽除了警告川普 不要小看女性 同时展现她是真的有备而来 至于才刚公开为贺锦丽背书的 月谈小天后泰勒斯 也呼吁大家看完辩论后 快去注册投票给心仪候选人 然而现在有川粉指控贺锦丽辩论表现好 全是靠耳环作弊 川粉指控贺锦丽戴的耳环 其实是高科技无线耳机 甚至说当天辩论 是欧巴马透过耳机指点贺锦丽 传闻很快遭其他网友打脸 帕文找出这副耳环 其实是Tiffany已经没在线上卖的商品 再度引发两派人马 互骂彼此 输不起 TVBS新闻综合报道 乌克兰在俄罗斯本土库斯克的战斗 现在是不是踢到铁板了呢 我们来看呢 这个是根据乌克兰的基辅独立报 他们的报道说呢 现在位在库斯克的俄军 开始展开了反击 对乌军发起了重大反攻 已经有好多个定居点 都被夺回俄罗斯的手上了 那另外呢 是跟这个乌克兰国防部关系非常密切的战争 绘图网站Deep State 他们也说 现在库斯克呢 乌军左翼的情况开始明显的恶化了 所以俄军现在积极的在突击 甚至让装甲车呢 来渡过赛姆河等等的 好几条重要的这个河流 所以看起来在库斯克呢 乌军好像又要慢慢失去优势了 那之前他们一直在跟西方国家喊话说 希望能够放宽长城武器的使用限制 这个部分呢 美国就给了一个蛮明确的暗示 国务卿布林肯呢 到基辅去访问的时候呢 被问到这个问题 他的回答是 美国愿意呢 根据现在战场上的情势 来随时的调整政策 而这几句话呢 看在英国的卫报分析里面就认为 这是很明显在暗示要松绑了 过去美国多次被问到这个问题 答案都是模棱两可的那很稀少很罕见 这一次呢是给出了一个蛮明确的答案 所以呢或许未来乌克兰马上呢 就能够使用远程武器来打击俄罗斯境内的军事目标 本来的限制现在直接开了绿灯 可能会为战场上的局势带来蛮大的改变 那不过呢俄罗斯方面其实之前承受到一个压力 是呢一直受到西方国家的制裁 在战争一开始开打的时候 主要是针对原物料 比如说呢像是这个石油跟煤炭等等 但现在呢这个制裁的范围越来越大 已经呢转移到了俄罗斯的金属出口了 所以俄罗斯打算也要反击了 他们呢已经考虑要限制包括又在内的原物料商品出口 嗯知道俄罗斯呢在右这个能源上 其实在全世界有蛮重要的话语权 因为它掌控了全球三分之一的浓缩右产能 还有5%的右矿开采 所以一旦俄罗斯真的这么做的话 等于是在能源方面要向全世界选战 乌克兰第二突击旅士兵一冲下装甲车 就和俄军在哈尔科夫爆发激烈交火 在枪林待遇中 乌兵一路往前冲一一扫荡俄兵战壕 在巡获一台无线电radio后 乌军直接向俄兵喊话说要彻底消灭你们 同时乌克兰从空中轰炸在哈尔科夫前线作战的 俄罗斯T-72坦克和BMP-2两机装甲车 然而在外出东东东子的gee孔又是门了 多年铺盘子的 streets的 decl ke的战狗依仩 同时相互尖 stealth 只凡级迷 valu盏 如同时一天内 御二两军 genau断超过130次 当中32次 都在紅軍村坡克羅夫斯克周圍 俄羅斯國安會秘書長蕭伊古 聲稱正在加速佔領烏冬領土 在炸毀二兵乘坐的越野車後 烏克蘭再派無人機緊追 忙著逃命的俄羅斯大兵 這兩名俄國士兵順利擊落了烏克蘭無人機 但美國國務卿布林肯警告 俄羅斯可能在數週內使用伊朗 提供的短程彈道飛彈來攻打烏克蘭 TPBS新聞綜合報導 如果兩岸發生衝突的話 那台灣可以如何來保護自己呢 這是英國金融時報他們的訊息 他說美軍的海豹6隊已經在做準備了 假如解放軍犯台的話 那這個部隊會來協助台灣 做好所有的因應措施 海豹6隊到底是什麼樣的一支部隊呢 他可以說是美軍最精銳的一級部隊 跟陸軍的三角洲部隊齊名 都是隸屬在聯合特戰司令部 專門負責美軍一些最敏感 而且難度最高的任務 那過去一年這段時間呢 海豹6隊據說呢 他們都在維吉尼亞洲來展開訓練 已經超過一年了 所以呢如果台灣有需要的話呢 他們就會立刻來協助 那熟悉兩岸政治的專家學者 對於美軍這樣的部署 其實他們的說法都是感到不意外 因為畢竟呢 美國現在的整體的這個國際外交關係的策略 都已經轉向大國競爭 所以呢其實這蠻符合呢 美國的利益 難怪呢會做這樣子的安排 那當然其實美國也很積極的在關注中國大陸在軍事方面的動作 所以今年度呢大陸的軍事重頭戲香山論壇 美軍也有參與 是派出了國防部的副助理部長蔡司 那他的層級跟上一屆參與的官員比起來其實是更高的 那他擅長的領域其實也就是中國大陸台灣還有蒙古相關的事物 一輛輛黑頭車開進飯店大門 他們都是參加北京香山論壇的各國軍事代表 香山論壇是北京年度主場軍事外交 被國際認為想跟西方主導的新加坡香格里拉對話較勁 根據官方資訊 這次美國 俄羅斯 烏克蘭 以色列共100多國派代表出席 並設置國際軍控的未來議題 歐洲地區安全出入問題 所以我們設置了歐洲安全走向 現在中東地區呢 我們知道戰火不斷 所以我們設置了中東和平願景 除了歐洲戰爭以巴衝突 美中軍事溝通在解凍後 美國五角大廈派出負責中國大陸 台灣跟蒙古事務的副助理部長蔡司出席 蔡司被視為美國的支中派 重點研究中國軍事現代化 戰略和核政策 德國媒體引述專家分析 台灣的賴清德總統上任後第一場香山論壇 北京勢必借機再談台灣事務 也可能重申對聯合國大會第二季58號決議中方的解讀 美中軍事高層如何互動受國際關注 提備上主觀航陳日文台北報導 再來關心是朝鮮半島最近北韓又有新的動作了 這一次呢他們是又發射了好幾枚的短程彈道飛彈 在今天上午呢7點10分從首都平壤來啟動這個射擊 那他的這個方向呢是往東邊 最後呢是墜入了日本海的這個 屬於日本的專屬經濟改運 那當然這枚飛彈會引發這麼多的關注 主要是因為他的射程其實非常的遠 總共呢有360多公里 所以嚴格來講呢 他可以把南韓的幾個主要大都市 包括首都首爾或是大田等等 全部都納進他的這個可能攻擊到的區域 那當然北韓呢除了這個發射彈道飛彈呢 上一次是73天之前 中間其實隔了超過兩個多月時間有點長 但這段時間唯一沒少的呢 就是空飄氣球的攻擊 像前幾天呢大約在上個禮拜呢 又發射了好幾枚的這個垃圾氣球 那當中一枚呢是落在了金浦機場附近的工廠 還造成了非常嚴重的火災 那損失的金額也很高 有一到兩億的韓元台幣有大約五百萬元 可以想像呢其實北韓這陣子 其實動作是非常多的 那南韓除了面對來自北韓的威脅之外呢 另一方面跟大陸的關係最近也處得不太好 現在九月份呢剛剛好是秋蟹的捕撈旺季 不過卻有大量的大陸非法漁船越界捕撈 這是今年三月南韓海警船直擊 中國漁船出沒北方界線附近海域 越界捕撈的畫面 當時中國漁民一度將自己反鎖駛駛艙 但南韓海警也不是省油的燈 直接出動電鋸破門 中國漁船變本加厲入侵南韓海域 原因之一就是秋蟹捕撈忘記到來 統計非法的中國漁船 從七八月的六十艘左右 一口氣暴增到九月初的一百四十艘 中國非法漁船無所不在 南韓也被迫升級警戒 派出更大盾位的巡邏船 加強嚇阻 今年初南韓總統以習越一度怪罪 中國漁船無法無天的行為 就是前任政府縱容導致 中國越界捕撈的漁船 曾在疫情期間數量降低 如今隨著秋蟹捕撈忘記 數量重回百遭以上 南韓海警只能加強打擊 以免自家漁民受損 這新聞 綜合報導 澳洲墨爾本在週三舉行了國防展 但是場外有上千名的反戰示威人士說要聲援巴勒斯坦 就跟警方起了衝突 甚至有抗議民眾朝警方丟了 裝著酸性液體的容器 造成20名遠景受傷 爆竹戒嚴爆炸澳洲墨爾本的國防展場內斬武器場外全武航打擂台 周三大約1200名挺巴勒斯坦 示威者試圖破壞柵欄闖入管制區 各種土製示威武器上陣 先是火燒垃圾車 接著又朝警方丟東西 場面幾乎失控 墨爾本警方動用胡椒噴霧強勢驅離 這是因為傳出有人朝警察吐口水丟會霧 甚至還丟直裝有不明酸性液體的容器 至少20名遠景掛彩需要治療 警方總共逮捕了39名涉嫌襲擊警察 妨礙公務以及縱火的示威者 示威者的初衷是反戰反暴力 但是暴力示威手段也是暴力 澳洲警方就納悶這些示威者 怎麼會活成自己討厭的樣子 體會者總報道 而美國的路易斯安那州 這幾天遭到颶風佛朗星的侵襲 向南部沿海出現4公尺高的暴潮 迅速把碼頭給淹沒了 而當時有記者跟主播在附近採訪 人甚至都差點被滅定 這就是身處颶風眼強的感受 狂風暴雨的壓迫感讓人窒息 仔細聽這個呼嘯聲 真的是有如上天傳來的怒吼 颶風佛朗星迎面撞上美國路易斯安那州 當地時間週三傍晚登陸沿海地區 CN的氣象主播戰鬥站不穩 背後的浪也越來越高 太危險馬上撤離 真的是再慢一步就會滅頂 固定攝影機還拍下一座碼頭 短短幾個小時內就被捲上岸的暴潮 迅速淹沒 有些地方的暴潮還有四公尺高 甚至傳出有超過十七萬戶停電 雖然佛朗星在登陸之後就減弱為一級颶風 但是預估雨量達到三百零五毫米 路徑掃過人口一百二十萬的紐澳良都會區 再加上雲系非常龐大 相鄰的德州密西西比州都在警戒範圍內 不只是怕風雨治災 還可能出現破壞力更強的龍捲風 另外這個畫面看了也很嚇人 這是德國德勒斯登的主要大橋 卡羅拉大橋橋面竟然突然斷裂崩塌 造成當地的交通一度受到阻礙 但是幸好無人受傷 在監視器畫面上可以看到 本來大橋上車輛都行駛正常 結果突然左側橋面坍塌 馬路上出現一個大凹洞 這畫面就發生在德國德勒斯登的主要幹道 卡羅拉大橋 天亮後更能清楚看到大橋斷裂 橋面插進河洲 當地民眾不敢置信 而且由於事發在九月十一號 居然還被不肖人士惡意假造成是遭受恐攻 這讓當地警方非常困擾 特地出面澄清 警方說明和恐攻無關 目前初步調查顯示主要是因為橋樑結構壽石 而且由於這座橋是路面電車和人行道等等多功能共用 在橋樑斷裂之前還剛好有列列車經過 索性無人傷亡 但是該如何吊起橋面清理後續以及重建 都是浩打工程 來自歐洲的最新消息 歐洲央行在稍早正式宣布要降息一馬 也是今年的第二次降息 不過同時也下調今年整個歐元區的經濟成長預期 從0.9變成0.8 不過他們同時也預期在今年的下半年度通膨 很可能是會再度升溫的 這是最新的財經消息 另外再來關注是美國時間 今天是9月11號 也是911恐怖攻擊的23週年紀念 所以在紐約的世貿中心遺址 其實也舉辦了這個重大的哀悼的活動 那前一天剛剛結束大選辯論的兩黨候選人川普跟賀錦麗 也在這個場合碰頭了 不過這次兩個人是放下之前的這一些懲戒 是握手寒暄 在紐約前市長彭博的牽線之下 看起來畫面挺溫馨的 才剛從辯論舞台上廝殺完 兩黨總統候選人川普賀錦麗竟然很快又再相聚 地點轉移到紐約的911恐怖攻擊23週年紀念活動 儀式上政界巨頭一字排開 美國總統川普副總統賀錦麗 還有前紐約市長彭博夾在拜登和川普中間 賀錦麗本來忙著跟參議院多數黨領袖舒默聊天 彭博靠過去大聲招呼後賀錦麗轉過來和川普握手 所有的政治紛擾先放一邊 早上8點30分儀式開始 氣氛迅速轉為嚴肅哀青 23年前的今天 19名蓋達組織成員截持四架民航客機 其中兩架撞進紐約世貿雙子星大樓 事件造成近3000人死亡 儀式中安排罹難者家屬上台 主一唱名 家屬找到親人的名字後 放上鮮花或是小禮物 這些逝去的人們還活在家人的心中 紐約證交所也在11號開盤時 舉辦默哀追思 紐約世貿中心移植的紀念儀式告一段落 幾位政界巨頭形成滿檔 美國總統拜登與副手賀錦麗 先到93號航班紀念館獻花旨意 接著前往五角大廈紀念碑旨意 五角大廈西南面建造的罹難者紀念員 舉辦了追悼儀式 美國國防部長奧斯丁表示 他們每天都在恐攻後建造的辦公大樓內工作 永遠不會忘記這些犧牲的寶貴生命 川普隨後也來到93號航班 紀念館獻花 刻意與拜登 賀錦麗一前一後抵達 雙方沒有再碰面 他還與副手販司來到紐約消防局 對這些救難英雄至上敬意 不過媒體還是很好奇 川普是否有意願在和賀錦麗辯論呢 當記者持續追問 川普終於鬆口 對再度辯論 抱持公開態度 911恐怖攻擊23年了 許多倖存者除了為家人的離去心痛 也要和意外對身體留下的疾病戰鬥 詹姆斯一家人當時住在距離世貌雙子星大樓幾個街區遠的地方 他現在還是住在附近 但這23年來 他一直避開紀念館不敢靠近 多年來龐大的醫藥費用讓這家人喘不過氣 直到美國近年為911幸存者和急救人員成立基金會 去年國會才通過為911急救人員和幸存者醫療保健基金 撥款6.76億美元 這個策定會不會繼續做這個每年 或每幾個年 所以在2028年會有一個短短的計劃 911救難人員 幸存者都希望美國人民不要忘記 還有一群因為911受到傷害的人們 已經厭倦為了醫療資金而苦惱 希望美國政府能為他們的醫療資源找到出路 TVBS新聞綜合報導 南韓的足球員孫整浩在去年呢 捲入了大陸足球聯賽中超聯賽的假球案 還被大陸足協宣布要永久禁賽 不過他回到南韓之後召開記者會替自己喊冤 他說根本就沒有涉案 甚至還指控去年在大陸被逮捕的時候 有大陸公安以他的家人作為威脅逼他忍罪 坦蕩蕩說自己沒踢假球 這是南韓前國角孫整浩 他過去在大陸踢過中超聯賽 沒想到卻被指控收錢踢假球 孫整浩召開澄清記者會還喊冤說到委屈落淚 他控訴被大陸公安拘捕後對方拿家人安危 逼供才會認罪 只是大陸公安要定他收受相當台幣 90萬元轉賬 儘管孫整浩否認是非法資金 但還是被大陸足協宣判永久禁賽 對方 年转战中超山东泰山表现亮眼 转入海外涉涂震惊 대한축구협회는 아직 손준호의 징계 사실을 통보받지 못했다며 중국축구협회에 이메일을 보내놓은 상태라고 밝혔습니다 尽管被大陆组协禁赛但南韩组协认为 孙준浩仍可以踢国内联赛 被关10个月释放后孙준浩今年6月回到南韩 重新加盟K1联赛的水源FC出赛 大陆组协的禁令 一旦被国际组总认定 孙준浩未来可能无法再踢国际赛 尽管如此孙준浩表示自己绝对没踢假球 希望国际组总能还他清白 TVB新闻도 南韩今年2月初爆发了医学系学生 还有很多教授的集体抗议 已经延烧了好几个月到现在 双方的冲突其实都没有趋缓 而医学系的新生注册率 现在只有不到4% 甚至有医学院的教授 选择剃光头来绝食抗议 这场白色风暴演变到现在 其实也出现了不少的医疗悲剧 景明教授轮流坐在台阶前 接受白袍医师替法 同时宣布绝食抗议 更不排除进一步提出辞呈 医学系教授们逼不得意 而新的学期开始 今年2月为了反对 扩招休学罢课的医学系学生 返校意愿依旧低迷 新学期注册率只有3.8% 申请听课人数也只占6% 只是尽管一届强硬反抗 那韩政府依旧不让步 政府强行和校方推动增援 重申医疗改革不会回头 不过政府也保留和医界对话空间 试图缓解双方僵局 执政党国民力量党党 回韩东勋声称 有15个医疗团体 正在积极讨论 加入和朝野对话的协议体 但这样的说法立刻被反驳 因为主导抗议的 大韩医师协会 和大韩住院医师协会等 主要团体都已表明不参加 这样的协商对话 还有意义吗 在野党可不这么像 只是一阵冲突 迟迟不解 权益被牺牲的还是病患 南韩市宗市就有一名 70多岁男子下楼梯时 不慎摔跤 刀在地上动弹不得 初步判断 闹出血急需送医救治 但事发地点附近医院 前一天才刚宣布 急诊室夜间停诊 为了寻找可以进行手术的医院 病患和家属苦等18个小时 直到隔天下午远在30公里外的一家医院 才让病患入院治疗 但错过黄金治疗时机的伯伯 至今仍未恢复一事 这样的医疗患剧近期不断发生 随着医疗人力空白导致的急诊室危机持续扩大 南韩政府承诺尽全力调派可用人力支援 但现实是他们动员的250名军医 和公卫人员根本不适用 一届调查显示只有30.9%的人认为 这些军医有助于缓解诊疗负担 其他不便质疑这些军医临床经验不够 无法深入急诊工作 就怕中秋假期急诊医疗运营出问题 收尔当局只能再度寄出笔记化 保健福祉部决定从11号开始 为期两周的中秋紧急应对周期间 急诊室医师诊疗加收3.5倍费用 另外从14号开始也实施 为期五天的诊疗费加成制度 当作给医疗机构和医师的加班补偿 政府也同时呼吁民众 若症状不严重 改往社区诊所或中小医院就诊 全民助力防止中秋医疗大乱情形发生 TVBS新闻综合报道 史上第一次的民间太空漫步的任务 已经成功了 交给记者郑宇璇 画面上可以看到 一位身穿厚重太空衣的太空人 正努力要爬出太空舱楼梯 见证宇宙奇迹 当太空人从舱门探出头 看到下方的地球时 地面上的控制中心也爆出热烈欢呼 庆祝人类达成史上首次民间太空漫步任务 而这位第一个从舱门探出头的太空人 就是这次任务的领头者 亿万富翁企业家艾萨克曼 他率领其他三位太空人 50岁的退役美国空军中校波蒂特 以及两位SpaceX资深工程师 吉利斯宇梅农 在周三从佛州甘乃迪中心 搭乘SpaceX猎鹰9号运载的SpaceX成龙号太空船升空 并在11号晚间来到离国际太空站位置 高超过三倍的范埃伦辐射带内层 之后等太空船轨道高度 回到离地表700公里高时 才进行舱外活动 而且这时船舱慢慢减压 四位太空人暴露在真空环境下两小时 只靠SpaceX新款轻薄太空衣来供养 最后太空人完成任务中最困难的部分 关舱门 让太空舱压力回复 终于完成这项史上首次创举 中国大陆总理李强 他展开了他的中东访问行程 上任之后的第一次的这趟访问呢 是先到了沙务地阿拉伯 还有阿拉伯联合大公国两个国家 而目的呢 除了向中东招商募资之外 也希望推进中国跟波斯湾国家的自贸协定谈判 搭载着中国大陆总理李强的专机 周二晚间抵达沙务地阿拉伯首都利亚德机场 为李强上任后第一趟中东访问 拉开序幕 李强除了与沙国王储兼首相 穆罕默德沙尔曼共同主持两国的高级别联合委员会 第四次会议外 还亲自与沙国工商界代表展开座谈交流 积极喊话沙国企业来中国投资新业 李强更在与波斯湾合作理事会秘书长贾森会谈时强调 中国与波湾国家经济互补性强 是天然合作伙伴 呼吁双方要加强战略对接 并且加快双边自贸协定的谈判进程 然而实际上 中国与波湾国家早在20年前就已经展开自贸谈判 但一路走走停停 进展极其缓慢 甚至四个月前路透社还曾披露 沙务地阿拉伯因为担心廉价的中国工业产品 会排挤自家积极培育的制造业 毁了沙国迈向制造大国的计划 因此对于与中国签署自贸协议的态度出现动摇 也导致整个波湾合作理事会与中国的自贸谈判卡关停摆 尽管如此作为中东原油主要进口国之一的中国 仍积极寻求扩大在中东的影响力 包括沙务地阿拉伯与伊朗中断七年的邦交关系 去年在北京斡旋下复交 伊朗国旗再度从沙国首都利亚德的使馆内升起 在尾巴冲突方面北京更致力扮演和平中间人角色 一个多月前更广邀巴勒斯坦两大政治派系法塔 与哈马斯在内共14个团体代表 齐聚北京签署协议展现大团结 尽管对战局没有带来改变 却进一步展现出北京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 李强这趟中国行除了沙务地阿拉伯之外 周三晚间更转赴阿布达比 对阿拉伯联合大公国展开正式访问 一连走访两个中东主要国家 除了因为这里是一带一路计划重要节点 希望借机争取到更多支持之外 北京当局更期待进一步推动 人民币在石油采购中的使用 中国与阿拉伯联合大公国 以及沙务地阿拉伯两国 已经各自签署了350亿与500亿人民币规模的 本币互换协议 显示双方金融合作有所推进 但距离北京当局英切期盼的石油人民币 也就是石油采购与人民币紧密挂钩 恐怕仍有不小距离 至于近年来积极推动去美元化的中国与俄罗斯 两国间贸易已经有超过九成的结算 都以本国货币进行 两国主导的金砖国家 更在今年初加入了埃及 伊朗 伊索比亚与阿拉伯联合大公国 总数来到了九国 尽管去年邀请的阿根廷 与沙务地阿拉伯最终没有加入 但包括泰国 马来西亚与亚赛拜然 今年已经递交申请 金砖的未来还可能扩大 周三在俄罗斯圣彼得堡召开的金砖国家和全球南方国家 安全事务高级代表对话会上 中国大陆外长王毅不点名批评美方 在贸易与科技领域的围堵 是小院高强脱钩锻炼 呼吁各国抵制 俄罗斯与伊朗也在金砖会议上 痛斥美国与西方国家所鼓吹的价值 对国际和平与安全带来威胁 连带让整场会议变相成为批评美国大会 至于近期多次发生激烈冲突 情势相对紧张的南海 互相指控对方冲撞的中国与菲律宾 周三则在北京展开南海问题双边磋商机制团长会晤 试图透过对话来管控局势 中方重申在先兵交问题上的原则立场 敦促飞方立即撤离有关船机 对于飞方以监控阻止先兵暗杀扩建为由 而长期停靠的海防巡逻舰 中国驻飞外交官强调会采取果断措施 捍卫主权 但壁谈是否会强行拖走飞国船只 而在北京的会谈中 双方仅同意继续通过外交管道保持沟通 并没有其他重大突破 TVBS新闻综合报道 回到台湾再来关注是中信国保弊案最新的判决结果 中信金的大股东估重量是无罪定验 而国保集团的总裁朱国荣则是弃保五亿逃亡判刑16年 中信新的声明就说 红火的背信案部分已经最高法院跟三审发回了 新光金老员工十二号杂前刊登五大报的半版广告 大大写下制着中信金恶意并购 新光金恳起主管机关重视老员工的性神 斗大标题写到前门置虎务后门进狼 新光金老员工质疑中信金 有意公开收购新光金 但红火案遭最高法院跟三审发回 认为中信金大股东估重量仍然是有罪状态 直言强力拒绝不良经营者 设有背信罪嫌者入侵新光金 他们的大股东是不是有红火案被驳回 等等这些问题 我想这些通通是通通要一起考虑的 就连台信金总经理林维俊 11号也不忘重提 估助量涉入红火案背信 叫占中信金意味农 反正开庭会不会觉得很困扰 困扰为什么 面对火越烧越大 中信金12号发布声明澄清 红火案背信部分 仅剩部分细节带离清 其余都获无罪判决确定 另外最高法院11号 抵救台湾人寿保险公司 购置亚洲广场二楼相关案件 判决无罪确定 而中信国保弊案也有新进展 估助量被控掏空侵占 中信金控资产92亿元 违反金融控股公司法 证券交易法等罪嫌 同案被告弃保潜逃的 国保集团总裁朱国荣 被控内线交易 操作龙帮股票案 最高法院判决估量无罪 朱国荣则被判刑16年 不过这些案情 是否影响金金病呢 心理战的一个战场 那希望能够对于这一次的 这个合并案 在股东方面呢 有所影响 最主要还是要看 金管会的一个态度 金金病三角链竞争白热化 各方角力不断 就看最终花落谁家 TV的新闻 年伍城刘一轩 台北送我到 TVBS新闻直播 回到YouTube频道了 提醒您 每周一到周五的 晚间七点到九点 由新化主播 为各位新文化重点 记得一定要来参加直播